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向左涛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世界社会主义课程的课程私证案例 我的题目是中苏现代化模式比较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现代化模式 一种是苏联式现代化,一种是中国式现代化 二者都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苛旧 但是遗憾的是苏联式现代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失败告终 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来去进行分析 苏联式现代化的特点是政治至上 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 国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然后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特定的行业 部门如军事工业、重工业 苏联模式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一张白纸上去绘制社会主义的蓝图 它在初期显示出了巨大的正面效应 苏联不仅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成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然而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这儿给它归纳为两对基本的矛盾 第一对基本的矛盾是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同官僚管理、低效之间的矛盾 苏联的经济活动是以政治为导向的 而不是以效益为导向的 它善于去建设一个企业 但是不善于去管理一个企业 比如说一个拖拉机工厂的经理 社会需要一万辆拖拉机 上级分配给它的指标是五千辆拖拉机 那么它是该生产一万辆拖拉机 还是五千辆拖拉机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使得整个苏联的经济效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低 大家可以看右上边这个图 苏联模式的第二对基本矛盾 是现代化成果的合理分配需要 同官僚特权、短缺经济之间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 苏联式现代化当中存在着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他们享受着特殊的商品供应权 特殊的住宅权 特殊的警卫权 特殊的医疗保障、教育等权利 预知对立的是 普通老百姓生活在短缺经济当中 比方说 有一场电影 你非常非常的想去看 然后排了很长的队 结果到你这的时候呢 票买没了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而在苏联 在日常用品的供给上 却长期出现这种问题 这就导致大家对这种模式 对这种制度丧失了信心 苏联最后就聚变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是在 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市场起着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 政府是按照经济规律去管理经济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人 都在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这也是大家支持改革开放 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因 不仅如此 中国式现代化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 还具有伟大的价值 列宁在他的晚年 曾经提出过一个落后国家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 社会主义是什么 是苏埃政权 加上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加上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加上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 我把它概括成为先进的政治制度 加上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 然而列宁很快就去世了 苏联也没有实践列宁这一想法 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实践了 列宁的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不仅如此 我们还丰富了这个加号的含义 具体是什么 我们下节课再进行讲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